知不知道为何中国突然发世威向美国反击? 一来都不是这样,一年了 我已清楚显示背后的策略、谋略、计谋 是以孙子兵法的计篇来做的 手上王牌有几张 全世界都知道 美国一定知道 一张是一万多亿的美国国债 一张是人民币贬值 这两张是王牌 暂时不要说稀土或其他都不需要 逐章逐章会走出来,我会解释给你听 今个星期完全 先说人民币贬到七算 为何早不贬、前不贬 在今个多月的视频 看准时机 等到特朗普尋不住气 突然宣布 9月1日要将中国未曾征关税的 3000亿美元等值 征税10% 非常冲动 因为他觉得不断谈判 谈来谈去都谈不完 不知是否中国等待他 明年2020年大选才搞他 所以急不及待 突然间有时twitter说要增加中国 另外那3000亿美元入口未曾征的10% 还要9月1日 其实这一朝中国一早已遇到 你见不见本蓝一早已遇到 我已经告诉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不断征关税 拿着那3000亿一定会出手 但他出得不适合 出手他会10%到20%到30%到45% 每一次他出来 人民币便会跌一跌 这个已经预计他会走的 所以易刚亦早已出来说 是几个月前 他说人民币的七算并不是一个关口 他是预备告诉你们 当特朗普的急路工心出来 又是加关税的时候 人民币便会跌破七算 他是会给他跌破七算 因为特朗普完全没有办法指控中国操控货币 因为是你而不是我 完全是因为你增加我关税 如果市场将人民币沽 那我怎样移动 完全是跟中国无关 而IMF亦出来跟中国澄清 所以他们没有犯到操控货币 中国不止是这样 还假猩猩地不断干预 让他不要跌得太多 希望他跌不破7.10% 但怎样可以跌得太多 而又不犯金 被人说他操控货币 当特朗普备受人民、大企业 又口商的压力开始软弱 忽然将新增的3000亿关税 或延迟到12月中 希望使人民可以过一个快乐的圣诞 如果我是中国 我说一个字 你就想 你想怎样就怎样 一直整年 中国利而有之 给这些借数你 所以我可以用这两个板斧 一个是人民币贬值 一个是沽国债 用而视之不用 现在才是时候反击了 加上美国突然间知识倒挂很离谱 全世界都说知识倒挂会经济衰退 美国又会经济衰退明年 还有特朗普和联储局局长不合作不咬言 骂得飞起 股市又刚刚上星期 因为资息倒挂而开始跌 而公布经济数据又开始显弱 现在是不是乱了 开始乱而取资的时机来得正好 不可以塞这个时机 知不知道 我们做开吹顶数十年 时机是最重要的 特朗普对联储局局长 Jerome Powell 发怒 于是又用了那招 露月撩之 对了 你生气吗? 我更加令你更生气 生气到你爆血管为止 所以公其不备 出其不移 在正周五 G7开会之前 及Jackson Ho 出来没了解 Jerome Powell 特朗普生气到飞起 公其不备 出其不移 主动忽然向美国750亿商品加关税 还连最大手 最重要的汽车和汽车零件 都加到25% 取什么? 特朗普乱得都不知怎样做 又要安抚那群选民 显示自己是强者 不可以辞弱 于是立即又出没用的板斧 每天都看到板斧 加加加加加 本人一早已说 唯一板斧是加到45% 但你想清楚 把关税加到30%和45% 有什么分别? 没有 我直接不要你的市场 没有 中国今次看得非常清楚 完全不像以前一年多的肆虑 当时来说 是你强的 我尽量忍你 忍到现在 一不忍就不断出来了 当特朗普宣布加完这次新的 中国即刻出来 顶撞 是以前从没试过的 以前从没顶撞 你的做法会有重大的consequence 你记得这句话 consequence 周不时的副总统 彭斯 这个国务卿 这个死肥佬 庞比奥 这个商业部长 如果你反抗 会有consequence 现在他用回这句话 你这个做法会有重大的consequence 不要说不说 先告诉你 直接这样顶撞法 顶撞特朗普 顶撞美国 这句话 完完全全是以 比之道还施比身 金融小说的慕容服说 也是美国广告的 鸡兔赛跑这个典故 你们幼稚园的时候也听过 兔子可以一定跑赢龟 是人都知道 美国跑赢中国是人都知道 但是兔子骄傲 于是卑而娇之 兔子贪恶 于是日而勞之 原来中国不只用孙子兵法 根本不需要用到这么高级 用金融小说的以比之道 还施比身 加上中国人幼稚园小孩子都懂的预言 岂不是当特朗普是幼稚园小孩子 及只不过是小说中的凯特 今天我最重要的 不是刚才那一集 通常本辑是尾的才是最重要的 中国下一步 会是怎样呢 这两集我不断称孙子的 能而是之不能 我根本可以做到的 我不做 一直等到时期到 用而是之不用 人民币贬值及沽美债 我未用到现在 但我告诉你 你了 中国一直忍实不用 人民币贬值及沽美国一万亿国债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一 人民币不能随便沽 你随便去沽美债 便即是操控货币 操控货币是很严重的 一标签了操控货币 有证据说你是 你便很严重的 以后都做不到第一 还有一点 美国国债 未是时机沽 为何呢 我一直跟你们说 他们不会沽 因为债价太低 太低 你沽出去便会输钱 如果你不沽出去 等他到期 便跟债价没有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 等他到期 财息兼收 收回所有的钱 这是非常自动化的 上面已经跟你们说了 人民币今次跌 首先跌破七算 是Donald Trump突然加征关税 今次他在狂路之中再增关税 即是人民币唐而黄之又可以再跌 今次会跌到哪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 中央也不知道 你不认问习近平 但如果我是中央 我会任他跌 看他跌到哪 看跌得多 那又不行 会触发资金外流 Trading是本人最顶级的人 全球 本人和本蓝一向做是trading trading是要讲时机 当然要求最佳的时机干预 等人民币跌得足够 我先出来 你们那些人沽够 我便出来了 一 你们沽够 没有子弹 想再沽也没有 第二 当人民币最便宜的时候 我出来买 是否买很便宜的货 我说 trading的最高境界 是否buy low sell high 所以特朗普急路攻心 研究过和那些走牙 再加关税 中国还立即走出来 再惹怒他一下 你会有大的consequence 你这样做法 物话言之不如 惹怒他 惹怒他 我认为他发疯了 他说 现在直接说 我有两个敌人 一个是联署局局长Jerome Powell 一个是习近平 终于把习近平列为敌人 口都出来了 原本一直摆在心里 这个是You are a good man 他逢骗着手 说谁是good man 其实就是想一刀捅死你 但是这次他急路到 连这件事都鬼泼后尾浸 说出来 大家知道 这句说话 已经给中国一个非常大的信息 美国是不会罢休的 是一定会把中国搞到残为止 即是说 不用理会 总而言之 反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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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本蓝明天是爆 另一个用而是之不用的美债 爆中央如何筹备估美债 套了美元回来 所以就干预人民币 在一个最佳的时机去干预 人民币最便宜的时候 而又不会触发资金外流的时候 就出来干预 那时候我一早跟你们说了 人民币会一直跌 跌都够了 会出来干预 那时候就是我们 也是入市买人民币的时候 不是什么 那时候就先去干预 那麽快就给你们知道 那麽多样东西 是吧 好